欢迎战一把女巫 魔术大富化家昆虫 这阵容打女巫不好打哦 这阵容打女巫不好打 这阵容打女巫感觉有点遛不动 有点遛不动 这块板子先下倒是很不错 女巫他能破窗呢 他不能破板 窗能抢 板子搞不了 女巫要怎么增强呢 女巫本体能踹板子 这女巫就无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开个玩笑 女巫如果本体能踹板子的话 这女巫无敌到一塌糊涂 无敌到穷生者可能 就可能要比歌剧更猛的一个程度 这边的话 哎呀没打到 画家这边话已经吸出来 这边反手选择来追这边的昆虫 直接放狗起第一刀 但是要注意的是 30多秒以后才有寄生CD 也就是说这边已经放弃这个画家了 要来抓这个昆虫 这个昆虫的话 就这刀打中以后第二刀 要等多久 女巫这边不能再放一只狗吧 对吧 那你要等寄生CD好了以后 再一波包加再放狗 整个击倒应该是在40秒以后了 再回头来打 打控场 不好打 现版本已经没有 这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给女巫打控场了 就是你想这边打一刀 那边打一刀 这个是当年女巫能打的一些方式 但当年的一个游戏理解 包括穷者的一些配合度 跟现在没法比的 就现阶段的一个求生者 就即便是牌位当中 这个国服顶尖分段的一个对抗 他们的修机基本上也能做到无缝了 就面对这种无缝修机的话 女巫是没有办法去说 这个打一个那个打一下的 现在来看的话 能这个打一下那个打一下的监管者呢 唯有影视我看下来是可以这么打的 其他的话监管者 即便是约瑟夫他也得打针对 也得打针对 好像只有影视 这边打一下那边那边搞一下 然后能打 然后通过全员的一个串联 把这边的伤害全部打满以后 一波反扑 来翻盘的 其他的牛者开局 他选择抓昆虫 也是没办法 因为那个画家不好抓了 但这个机导确实太晚了 我们看看吧 这边是狗 还要切个闪 大副来救个人 密码机应该差不多就够了吧 现在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已经快四台了 这个闪切的有点着急啊 如果说他手里面 比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寄生信徒是 这个是原生信徒还是寄生信徒 这波是寄生信徒 寄生信徒手里面是 让你多嘴 这闪现 这闪现切的好不好 哇 这闪现 我刚刚想说的是什么呢 外面那个寄生信徒放狗 然后 哈佛这边摇怀表 机子 机子没有好的 这边有闪现 哇 这闪现 但这边大副过来扛了一刀 大副倒地 魔术倒地 昆虫这边有信徒 这个昆虫除非把信徒给消了 这个局求生者才能打 这边需要的是昆虫把信徒消了 然后 而且都不能掉位了 这边画家只能把机子先修完再说 因为这两个人都会上挂吗 那只能昆虫来救 这波这个大副是个二挂 昆虫这边信徒一消 那边的话是绕边线过去去补机子 画家绕过来 大副能撑得到吗 大副这个屁股的话呢 你别说别人的屁股撑不到大副这屁股还真有可能 你看这血掉的 这的话 焦花 调整压你这个位置 压你这个位置 边面打一刀的话 这边再换信徒好像得压机才能救人 那么等压机救人 大副这个屁股也撑不住了呀 压满救 哎闪现 没打成 没打成的话 这边 打一刀救魔术师 哎呦 这一波的话我觉得女巫稍微的打得有点激进了 这边机子还没好 机子还没好 画家能挂 魔术师这边有寄生 看见了 哇 这把女巫的翻盘 有点 哇塞 真的这个闪现 神乎其神 我觉得刚才那个79号菜逼潘大帅 以后不能让他在我们直播间 塞在我们直播间真的拉低我们直播间的水准 去质疑人家接近100星94星的女巫 人家切闪现肯定有他的道理的 对吧 一个一星都没有的对吧 七阶都没有上过的一个菜逼解说在这边指指点点 我真的服了这个老六了 我们直播间都是七阶颠覆起步的人 对不对 哎 漂亮